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上一集我們講的是前言,大棋局 那今集就要講大棋局是怎樣 上次講了兩隻棋桌 今次就要講一下 我們見到美軍在亞洲地區 部署了很多軍隊和軍事基地 在我們中國的周邊313個 在日本有5萬多人,在韓國有2萬6千多人 關島也不斷增加人,據說現在已經超過1萬人 還有菲律賓、澳洲、夏威夷等 再加上一堆軍事後勤人員 專門為人員服務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部署了超過一半以上的大部分的兵力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對美國是很大的威脅 小老師又說我們就好像超級大磁鐵一樣 將大部分美軍很緊緊地吸在我們身邊 誰是陽極誰是陰極 這一點大家可以想一想 對我們來說老美現在越來怕 而且不斷地在各地抽冰化 我們周邊來 為什麼要搞這樣呢? 你搞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你不是想他當炮灰嗎?還是怎樣? 害怕都不是這樣害怕的 是不是一姐? 先交給你 真是又來了 真是 史老師有些資料 普通一般人是真的找不到的 但是當日他講出來 就令你拆到了這個局 所以一般我們的拆局 都要有賴史老師背後有些資料扶持一下 我再一次就多謝史亞朗老師 其實他就是這樣說的 有些事情你要想想 美國早幾十年 第一次第二次大戰的威武 你看看 由第一次大戰從英國手中奪取了世界第一 好了 到第二次大戰 人人打到死死死的時候 老美才出手 冷手撿熱戰隊 他就更加鞏固了他的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呢 因為他所向披靡 前一集你就說 嘿 我就這樣拋我張卡片出來 你都要跪下 是不是? 我親自見過人出馬 是不是? 好了 當時他多威武 好厲害 簡直是說 他一個美國可以打兩場半戰爭 即是近1960年代 Kennedy做總統的時候 他說他們可以應付兩場半戰爭 一場是歐洲和蘇聯的打 一場就在歐洲和我們打 還有呢 預留半場呢 隨時應對有什麼不測的 是不是? 即是南半球、北半球 你有些事情突然間 好像現在這樣 過了一會兒 又為什麼出了耳巴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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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些事情要預的 預一手的 他其實就說 他當時的武器的力量 和他的打的策略各樣 都可以應付兩場半 後來 你知道 由1990開始 那個沙漠 什麼dash storm 伊拉克 一直打下去阿富汗 我最記得那個拉姆斯菲爾德 那個當時和布希 他就覺得 嗯 我們這個 打伊拉克打得很威猛 是不是? 因為根本 伊拉克 當時侯塞恩想見 即是他已經部署得很漂亮的時候 咦? 為什麼 那些彈怎麼飛出來 因為有隱形戰機 別人高科技都這樣 所以伊拉克 被人猛攻了幾十天就失陷 是不是? 那個油田就送給外國人了 唉 這樣就慘了 但是 就是令到拉姆斯菲爾德 覺得 行了 我們真是所向披靡 好 軍工 收到一邊 製造業 收到一邊 我們現在 舒服些 做金融行 投資的 坐在那裡收錢 這樣按制 就一大塊錢來了 或者走到左右旁邊的國家 就說 喂 你不對啊 你有些東西補貼得不好啊 我出個301 什麼廣常協議 什麼都拿你回來的 就行了 是不是?多容易 這樣就賺到錢了嘛 就不用出 出那麼多軍事力量去搞 因為 運用一隻航母 運用一個編隊 是少錢的 既然燒錢 不如我燒別人的錢 好過燒我自己的錢 對嗎 這樣 好了 當它那個製造業收縮的時候 就是製造業空心的時代 出事了 還以為自己 有錢大了 那樣子 大爺那樣子 好了 這樣呢 但是又要去搞人的嘛 但是搞其他國家 搞到別人亂 那就不要要我燒我的人錢 我給夠錢 找個代理人 搞搞他就行了 是不是? 其實以前是得手的嘛 你見到烏克蘭 怎樣由當時的蘇聯 或者俄羅斯 脫了出來 接著說民主 這樣這十幾十年的 比魯美 餵到肚滿腸肥之際 好了 正是時候了 俄羅斯 現在都好像弱弱的來了 和他玩鋪 和 因為我打到俄羅斯 我就可以揮兵直過 踩過俄羅斯 就來中國 這條數是打得很威武的 那些代理人 就很好 是不是? 代理人又便宜又正 那怎麼樣? 現在的下場又怎麼樣? 我們就說代理人不行 好了 又說回那些 那為什麼說代理人正之緣 但是呢 這一年 這幾年呢 出事了 那俄烏戰爭呢 發生前幾個月呢 就是一個新動向 因為是什麼呢? 美國人 不斷在全球收縮力量 但是他收縮力量 不是代表 他不要那些力量 他是把那些力量 從一個區域 轉移到另外一個區域 就是我們 是不是?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在 前不久之前 一個民主黨的黨員 叫Mariana Williamson 馬利安娜威爾蓮森 他都想準備參加一下 2024美國大選的 總統大選 他接受訪問 就說了這個數字 我們周邊軍事基地 美國擺在人家周邊軍事基地 是313個 所以 出了你剛才 大衛sir說的那個數目出來 哪個哪個 幾多萬幾多萬幾多萬 那為什麼呢? 原來擺在我們中國 為什麼他要擺在中國 因為你看到科技戰輸 貿易戰輸 軍事他其實是會輸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 做軍艦一年 快老美多少倍? 232倍 哇! 那美國人知道還得了的 是不是? 中國的造船能力 是美國的232倍 那他開始知道自己如果動手 搞不定的 但是他都要找些人 團在我們周圍 嚇一下你也好 是不是? 我人多勢眾 你怕不怕? 我還有盟友幫忙 你怕不怕? 這樣玩嘛 但是 中國在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那又知道 我周邊實在很危險 團了一堆 那些紅蘇綠眼的人 或者有一些 當自己是打洋人的那些兵呢 那我要怎麼化解呢? 那他就開始跟別人去談生意 一帶一路 或者是 伊朗 沙特 搞定一個和平 大家握手言和之後 一路 到你看到 杭州 你看一下 時間線 算得多漂亮 杭州當時 看到的是 敘利亞的巴薩爾 巴薩爾的腳 一到北京 就說 我要追討一千億美元 老美在我國家所破壞的那個款項 好了 他一離開了 哎呀 就回到巴薩爾 沒多久 他的軍效就出事了 軍效出事了之後 到一陣子突然間 哈馬斯就去襲擊以色列 走了去玩 哈 那現在 勢危了 因為 巴薩爾 伊朗和黎巴嫩可以結合 組織以色列回頭的時候 又說 將那個袈裟的地 叫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遷走 等以色列拿走 就對回黎巴嫩 伊朗或者是 敘利亞 哈 但是 那些兵怎麼來呀 哈 以色列爺爺 你要兵 你要軍力 你怎麼來呀 問我兒子拿 兒子的東西 都去了亞洲 怎麼辦 那就由亞洲抽過來 我們中國 就是 不動聲色 不需要一兵一擲 把老美的東西 不知為何 無緣無故走了 去中東 是不是啊 大衛Sir 這次 我們要看回 剛才伊朗姐說 我們海軍的製造量是 美國的幾百倍 其實 事源就是這樣的 我們在2019年4月的時候 剛剛好是我們人民海軍建軍的70周年 我們搞了一個海上的閱兵活動 是不是 伊朗姐 是嗎 是 那時候 德國的前海軍總監 克盧斯中將 就來了 當然受邀請 很出名 德國的海軍 他就跟著 中國的軍艦出海 去看看海上的閱兵活動 嘩 看啊 他看到 很大件事 前面有遼寧號的航空母艦 核潛艇 055大區 052D 喂 陸續有來 他看一看 覺得 好害怕 哥仔 你究竟幾時遠 哈哈 然後 他就 向我們這邊 配給他的翻譯 就問他 一年裏面 中國有多少首 軍艦服役呢 翻譯就 呆在這裏 我怎麼回答他 我不是很清楚的 這個問題 你問我 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翻譯 那你問我 我怎麼回答你呢 其實那段時間 我們 中國海軍 就在這裏不斷製造新船 我根本沒有理會 那麼多的 那時候呢 他講不出一個數字出來的 那麼 他想一想 就回答他說 具體的數字 不是很清楚的 不過 我想 基本上都有搭的 一搭 一搭 十二手 蛤 其實呢 應該就不止的 2019年真的下了很多艘船 真是沒有意思 這個隨後一說 就令到這位 克盧斯 的心靈 就受到嚴重的創傷 你有沒有搞錯呀 喂 我們整個德國海軍的總兵力 加加賣賣 大小船加賣 二十條軍艦 哥仔 你一年跟我說十二手 嘩 嘩 嘩 這就很特別 為何會知道呢 因為他好壞不壞 就把他講話的情況 對答 就放在社交媒體上 把這段對話 發上去 就讓人看到 嘩 這件事就很厲害了 在外面 就令到全世界覺得 嘩 你中國那麼厲害啊 老美呢 老美在哪 2019年的時候 大哥 還沒到疫情 疫情那時候 不斷地下降 大家看到 嘩 真是 好大鑊 其實呢 在2019年的時候 翻譯說錯了 我們呢 是下了水 整支的德國海軍 不是十二手 是二十手 差不多二十手 這個是2019年 當初我們還跟 日本和韓國 在造船業 還在激烈的鬥爭 PK 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 根據前一段時間 公佈的數據 在2023年1月到8月 我們造船業的員工量 和新設的訂單量 和手持的訂單量 是保持著兩位數字的增長 不簡單 而且分別是佔了全世界市場份額 在員工量是49% 新設的訂單量是68.8% 即是只剩下31.2% 當然可以給日本和韓國玩 玩玩玩玩玩吧 手持的訂單量就是53.9% 大哥 你好厲害 你玩完吧 當然玩完啦 你便宜好 我不玩完哪會 konser 那麼可以看到 2023年船舖用槓的需求量 估計達到1300萬噸 1300萬噸 嘩 很離譜,所以老美就嚇倒了 說中國的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32倍 你一艘船都做不到,什麼232倍 是零,不知道有多少倍 我沒得比較,你的船都完成不到 老實說,因為你擦完之後又裝,裝完之後又擦 是你新造的零件,本來你已經上了一艘船 但對不起,我現在舊船要用 所以我新造的零件就先給舊船用 你新船等下,反正你還沒下船 我的船要出航,所以沒辦法 誰知道是232倍 大家想想就知道,當你的數值是零 之前,如果我只是一艘船的時候 我都和你無法比,因為你是零,那怎麼比 大家知道這個是無限的 其實最簡單的,我們去看看 美國佬自己說,因為他是去工業化 所以現在通用電力,最厲害的 美國通用電力 通用動力 一年只可以生產一個型的坦克 而且在烏克蘭 每年被擊毀的坦克 是超過600兩 不是一兩兩的兩 不是一兩肉的兩 這個情況 你說製造的時候 是不是很不好 我們看看 我們用中國的一個型來看 我們的坦克型 一個型大概是有30到35架的坦克 一年做30到35架的坦克 你說老美怎麼辦呢 老美現在做幾十兩坦克 你看到 在2025年底 美國 將會組建第一個 輕型坦克型 輕型坦克型 就會總共裝備 42架 M10 暴黑戰鬥車 戰鬥車 不是坦克型 如果有40架的話 喂 國仔 你怎麼玩啊 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玩什麼了 還有我們看到 有關美國的整個坦克型 其實基本配備 都是十幾架坦克的 那你 幹什麼 你不用打 你一年內的戰爭 這一場衝突 你都沒有了600架 不是你沒有的 我知道 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但是你生產力 你真的跟不上 是嗎 是 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你 說得很鬼死 風趣 笑到我滾底 就是很簡單 中國做了些什麼 令到突然間 全世界的人 都不怕老美 就是說 我將你的 原來是中國在背後發功 將老美那些 部署的兵 抽來又抽去 是不是 抽來又抽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秋天 怪不得這首歌要上場 是 冬天來著 是 秋天到 秋來又抽去 現在 是嗎 你明明 在中國 周邊附近 這麼多兵 突然又要抽去 平時你應該有很多戰略 策略 部署 部署 為什麼好像 拿手不成勢 這樣 是不是 這裡 我發覺中國 真的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因為我出的數量 我做船多 是不是 或者我 彈射一些衛星上去 太空多 那些什麼 長征 什麼 有空就射上去 擺一些衛星 還有擺一個太空站 你又說不行 又說害怕 還有呢 你以前不是很兇的嗎 你一見到哪個不對 說錯一句話 就立刻 我對兵來了 我的FXXX機 就已經在你膠門口走來走去 是不是 現在不是 就是這樣 國防部長 就是奧斯汀 或者當時 如果被人 有些艦隊的指揮官 比如伊朗 有時候你侵犯了我們 你的艇 或者過了海 過了廟 過了角角 過了海的boundary 你不要這樣 你做得不對 不夠專業 你不對 下次不要 或者有時候又說 你又用激光射我們軍人的眼睛 壞了他們的眼睛就不好了 不夠專業 下次做得好些 喂大哥 你在以前威猛的時候 就出了手 聲音都不聲 彈就飛過來 現在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人家懂得看的 若國都懂得看 是不是 所以現在我怕你有什麼 是不是 所以現在 真是 當玩完抽來又抽去之際 更加是很明顯 切橋 又切到烏烏烏烏烏 現在 是不是 搞了整個幾星期 要切的 在加沙裏面那些 老美的橋民 是不是要切 切來切去又被埃及玩 是不是 所以 你又人道那些 你吸人水 吸人電 不夠小 所以他們趕著要切橋 因為連他的住在加沙的橋民都出事 餓死美國人 不行的 那就盡量 埃及開門 被人走 但是埃及又說 不行 巴勒斯坦如果一堆難民走過來 我又不夠錢又不夠錢 不行 加點錢 你要 是不是 玩到他們多盡 所以 中國現在 將老美玩到一 是不是 你聽 這個策局就是這樣 我沒有出過任何軍事力量 中國 只是做了些什麼 中國是有一隊艦隊 出現了 這幾天出現了在亞曼的港口 就是護衛艦 五隻 不知道多少 一隊護衛艦編隊 去了亞曼探訪 去了五天 走了 亞曼是極度歡迎他去的 還有現在中國 跟亞聯酋對兵 還是沙特對兵 在聯合軍演 中國找到一些很適合的時間 切入在那個最混亂的地區 不是中國未出手 中國已經出了手 不過我是 走來看看 你又怕 我幫不了 原來我的氣場這麼厲害 我幫不了 是嗎 其實 一個海軍的出訪 其實要很久安排 這次是 這麼巧 還是整定的呢 我就 是整定的 為什麼是整定的呢 因為你有計劃 應該知道 中國應該知道 將會開戰 其實 我們看看 我第一張布林肯的圖 大家 都知道哪位是長林嫂 內地 原來很喜歡 形容布林肯 是長林嫂 一個極度悲慘 在封建制度之下的受害者 那布林肯 大家看到 經常奏唐薇 尹少 北俱賢少 有空 就拿去 時鋒唱一些藍調的歌曲 表演 大家見過 雖然唱得不錯 但是被人說 你不是很恰當 你作為一個國務卿 你唱完這個歌 不行 還有這次 我們看到 在中東滑船 他就走來走去 那為什麼他走來走去呢 沒辦法了 老闆叫我做事 第一次談來談 就不成功 他去沙特見面 談了 很短時間 一個小時而已 一個小時 六十分鐘到八十分鐘 談完了 做節目 我們也不止了 聊兩句 但是 布林肯 你說 其實當然是 作為猶太人 他知道這場仗 其實正在輸 最好不要打 結果現在又再去 還有 又說要中國幫忙 我們看到 拜登 拜登 接受 CBS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我和大家說過 他竟然稱 美國是世界歷史上高 最強大的國家 不是現今 是現在歷史上高 最強大的國家 可以兼顧 以色列 和烏克蘭 這個節目叫做六十分鐘 一個小時 他就說 除了我可以支援以色列和烏克蘭之外 同時還可以維持 國際的防務義務 嘩 聽到這裏 YES姐 人笑狗都廢了 當然 當然 真的在廢 YES姐這隻狗在廢 人笑狗都廢 立刻配音你聽聽 對 對 對 沒錯 人又在笑 狗又在廢 其實 很簡單 我們 去看整個美國的情況 剛剛YES姐跟我說 當年 以氣風發 就是廿文廿武 今時今日 就 穿著黑衣 黑衣兜 拿飯吃 還有 就不知道 要做些什麼 令到全世界 都越來越看老美不起 賤過地底禮 怎麼形容呢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要打落水狗呢 這個時候 YES姐 交給你 喂 他們貪性不知不知輸 不關人事的 這個狀況 對不對 你以為自己一個 以前的 只是沉醉了在以前的風光 就看不到自己 周邊有些其他國家的上升 雖然你不斷打壓 但是 那個 已經是部署了自己 要上升的時候 你怎樣打壓 怎樣去 使用什麼 招牌出來 都可以迎刃而解 現在 在這個大棋盤 大時代當中 他當然是足夠有能力去應付 代表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就是說 那些代理人曾經 真是高大上 不要忘記 其實有些高大上 我們都忘記了說 好像那個卓慧斯 曾經都是高大上的 是不是 是 都是一個代理人 是 是不是 沒錯 現在 照星的職略 巨星混落 又不是 他們 可以說叫做巨星 總之一顆小星星 那星就混落了 是不是 他們的 最後的結局 都不會是一個好的結局 因為你肯出賣自己 是不是 出賣自己的良心 或者出賣自己的國家 去 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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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和大家過了開心的二十多分鐘 這個我們不是窮開心的 我們是經過策局和分析 很多時候我們是冷眼旁觀的 入世的觀察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形勢對老美是非常不妙的 內外交雙戰 一個國家要滅亡 整大班的小丑 羅薩海士 幼鳥 馬虎 這些都出來了 那怎樣玩法呢? 肉之後是如何 很快大家就會看到分析 今天多謝YES姐 好 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大約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 好 拜拜